老师好,同学好,接下来呢,我们要来讲这个两个直线垂直,它的斜率呢,有一件事会发生,它斜率相乘等于-1,还有这个是垂直的符号,同学务必要知道,L1垂直L2,那么它的斜率,两个斜率相乘等于-1,好,那我们快速来证明一下,当然啦,你如果想要知道结论,那我刚刚已经跟你讲结论,OK,那当然你如果想知道过程,我现在就是要来开始啦,现在L1L2如果是垂直的话,那它当然会有 两种状况,一种是它们两个焦点,可能不在原点,第二种是它们两个焦点在原点,好,这样子OK吗?好,反正呢,这两种状况呢,我把它画在一起,好,就是说,即使焦点如果我可以,等于说平移啦,这个蓝色这一组跟绿色这一组,其实它们就是这样,这个L1跟L1'平行,L2跟L'平行,好,现在呢,因为平行所以呢,这个M1会等于M1' M2等于M2'这样知道吗?OK,好,那依照这样的定义,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子说啦,这个L1'因为等于M,这个它们两个等于平行嘛,所以斜率相等,所以干脆就把这两个斜率就叫M1,这两个斜率叫做M2,这样这样OK吗? 那我在一个单位的地方,往上跟往下取,取叫什么?你看哦,这个00的地方往右一单位,这里啦,我故意的定它往右一单位 那因为它的斜率叫M1嘛,所以就是往上一定会M1,因为斜率就是S座标分之Y座标嘛 所以这个S已经是1了嘛,所以Y座标X就是M1,因为它,我们刚刚设它M1啦,这样,你知道我意思吗?就是这个1分之M1啦,那一样1分之M2啦 所以这个B点座标叫1倒点M2,所以这个原因知道吗?要想一下,好像有点小困难,对不对?小困难 好,那这个AB2点知道了,AB2点知道了,我们现在知道哦,这垂直嘛,因为这一组绿色的这一组也垂直嘛,垂直的话一定是,这个就是OAB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的话有一个必识定理啊,这个国中知道 好,所以OA平方加OB平方等于AB平方,所以OA平方怎么做呢? OA平方,OA平方这个长度平方就是刚刚这个1平方加M1平方,开根好 但是现在不用开根,因为它是OA平方嘛,所以在这里,OA平方在这里 OB平方就是1平方加M2平方嘛,在这里 会等于AB,AB刚刚跟你讲座标啦,它是1倒点M1啊,它是1倒点M2啊 好,所以这个AB的长度就是M1-M2,这个平方,因为它直接平方嘛 OK,好,那这样我们开始整个大展开,大展开会得到最后 左右消消消,会得到这件事,好,所以大家同除以这个-2 所以M1M2就等于-1啦,当然这是证明的过程,如果你很不想听的话 反正呢,我们知道一个结论,两个直线,如果垂直斜率相乘等于-1喔 需要绘续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